今晚的娛樂CSI要和大家講一下商台 自從戰雲加盟商台之後 他就解僱了查小欣和林曉峰 再將自己很多的物友和好朋友加入商台 最新的節目就是由王喜主持 其實查小欣離開之後 他的位置亦給了他一個非常好的下屬和朋友 叫Terry主持 很多人都知道Terry在娛樂圈裡面的人民浪落非常之大 所以他要找一些藝人做訪問、回應 一點都不是難事 所以找他做這個節目都是對的 不過他的女拍檔是吳以利 其實很多人都非常之質疑 就覺得吳以利的口才真的這麼好嗎? 其實之前也有說 志雲和吳以利的關係很好 所以就帶他入商台 但是這個節目一圈圈已經開播了整個月這麼久 有很多觀眾都覺得吳以利做得不太好 所以商台的老闆阿余曾都有聲出 準備要解僱吳以利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一齊娛樂 謝謝 謝謝 自從吳以利回流回來香港之後 就有傳原本阿成龍每個月會給10萬元的善養費給他 就撫養他的女兒 但由於他就不守這個樂園回來香港 所以他就沒有了這個10萬元的生活費 吳以利回到香港當時是要靠自己了 他之前和駱小姐就添定了兩年的包身合約 在這兩年他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主持過一些綜藝節目 而且就拍著這個電視劇集《雷霆素毒》 雷霆素毒現在就播放著 很多觀眾都覺得吳以利的戲真的挺差的 可能因為這套電視劇比較大一點 裡面有很多老氣骨、演技非常好的人 一拼了吳以利就覺得他真的不懂演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在拍攝途中他跟一些導演有些爭拗 所以拍完這套《雷霆素毒》之後 已經沒有監製再找他拍電視劇 大家都知道現在TVB非常渴求這些花旦 所以如果任何藝人覺得有潛質的話 他快要跟TVB滿約的時候 駱小姐都一定會跟他續約 但是吳以利就要跟TVB滿約了 下年就滿約了 但是暫時都沒有人跟他說關於續約的問題 其實吳以利本身跟志雲都挺朋友的 他跟志雲說他很想試試做DJ 所以志雲就安排他跟他的好朋友Terry 一起主持一圈圈這個節目 這個時段就頂替了查小欣的節目 亦都是說說娛樂圈的新聞 爆料、回應、找明星做訪問 但是大家發覺吳以利的口才 的確是不太好 可能他之前長居在國內 隨香港的新聞有少少脫節 所以很多時候Terry說完之後 他都是回答一句 接著會有很多dead air的情況出現 一點火花都沒有 一個節目很難會好聽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吳以利 好像放棄著做這個節目 如果他多看新聞做多些功課的話 一定不會是這樣 那個節目的監製有時還要寫紙仔 說給吳以利聽應該說些甚麼 在這個電台界那裡是大忌 其實就算陳志雲多支持吳以利 大家都懂得聽這個節目 所以令到商台的老闆余真 都覺得非常之有問題 其實他已經開了一個月的條件給志雲 就說如果吳以利在這個月裡面 依然沒有進步 也沒有令到節目好聽的話 他就一定要換人 志雲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承認他說這個節目 有機會會換一換一些主持人 他說很多事都還未定 所以暫時就不方便透露 不過有記者就見到陳志雲 詩子腳惠雅 陳敏思和楊思琦 可能會加入一些主持人 進入這個節目中 希望可以幫到收聽率 說那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投 今天白鑽公投的題目想問你 你又覺得吳以利應該做電台還是電視呢? 我們將你的意見去到白鑽娛樂的網站 區和討論區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